你没有了 全部人在抢谁了 这个看起来好像很厉害 这样明星面神 这就是我们买的20样的防灾米饭 嗨各位早安 大家好 我是煮在日本的康姜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今天我要去日本超市大菜 GO 因为最近啊 日本有出了一个非常重大的新闻 那就是日本即将迎来的巨大地震 导致到现在呢 全日本的人民都冲去了超市去大采购 买干粮啊 买米啊 买很多东西就对了 然后就看了新闻都说 大阪那东京那城市市中心的话呢 很多的干粮啊 食品的话呢 短缺了 尤其是前几天的时候呢 我去看要买米的时候也是短缺了 我们现在先去第一家 就是我每次去逛的 这是什么东西都有卖 连药妆都有卖的 我们叫Kawachi 对 我们先来这一边采购 今天难得有米咯 前几天来看10公斤的完全缺货 米大起价 太复杂了 你们还有买什么吗 我们很喜欢吃的中华面 每次啊 用这种面条来拿来做那个云吞面 超好吃 目前我们家这里没有像他们讲的这样夸张嘛 因为地震的话通常人家会买杯面的嘛 我们要买几个罐头来收住 比方万一 大地震的时候需要用到 这个很可爱这个 哎哼 爱过这样 我看到他们全部买水哦 你还不会砍快抢水先 全部人在抢水了 五百三十七 那有一个是储存水的这个 好有难度啊 你这样叫我腿 要买多一点干凉饼干 吞着 这个好可爱哦 这个差不多都要空了 要赶快买 这个啊 就是上次 我有推荐过给大家的 能量棒的饼干 这些都是地震灾难的时候的必备瓶 嗯 这个很好吃 上次我买的 可以买多一包 因为这个真的可以存 OK 我们现在这里买完了 放这边吧 还有蜜 接下来呢 就去百元电袋寿 我看很多人都购买 卖茶 绿茶 日本人真的很喜欢喝这两种茶 乡下的百元电袋寿 就是这样子 这么大间的 就是我家附近 常来逛的百元店 这好可爱哦 Mickey 它不一定全部东西都卖百元的 然后有些东西 像这个碗的话是卖两百日元 这上次我们有买一个 诶这个也可以买啊大家 就是地震啊 或者是灾难的时候 紧急的时候都可以使用 这个是mini toilet 非常紧急的时候呢 就是可以在车上尿尿 所以在这个纸袋上尿尿 然后这样绑起来丢掉 这真的很实用 这个一定要买 我很喜欢用待手的那个厨房啊 对这边 这个这个这个 它现在有推出更厚的版本的 专门骂那个厨房的 真的很好用 你看很多人都会买这个 因为它这个极厚的话 你抹了过后呢 它也不会这样容易撕掉 你要买这个碗吗 就有没有吗 这样子的碗 嗯也对哦 就是拿来煮泡面的时候可以用啊 结账结账 结账 我们现在来了 飞上 算是乡下最大的 supermarket 而且它里面也是有包含的百元店 很大间就对了啦 有没有 有没有 我们今天就会有点 我们今天就会有的 我说得了 有没有 就是 有没有 哇 这样多人想收拾的Bento 很喜欢来逛这里的超市 是因为它这边的泡面的种类 多 非常非常的多 那我要买这个韩国面 这新款的Black 这个看起来好像很厉害 这样明星面神 只有我们没有吃过 如果大家有看到我的这部影片 有吃过的家人们可以告诉我一下 到底好不好吃 评评分一下 可以我买这个一个Cheese Flavor 米没有了 Oh my god 剩下是5公斤而已 就要2400了 这边的更贵 前夜线的5公斤就要3500 优优独播剧场——青森 在此之后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我们先来看一项公关产品啦 我前三个月就收到了U-Light品牌方最新的拖毛衣 U-Light L10 这真的是居家必备的家庭生活好物 U-Light这个品牌真的很懂我 因为他们知道说我对除毛的需求很高 直接就寄来了好多产品让我试用 之前我也是有使用过U-Light旧款的拖毛衣 但这一次呢U-Light的L10呢 真的是全面的升级 效果很好又更可靠 首先我们来看一看包装颜值超高 但是我们不要光看包装 要看里面的是主机 以我多年美容的市场经验来看 比起传统的拖毛方式来说的话呢 这种的拖毛衣呢 是我现在最喜欢的拖毛的方式了 自标又自本 直接就是实现了你在家享受美容级别的拖毛体验 像我这种毛发比较浓密的人的话呢 使用两周过后就很明显的感受到了 毛发长得慢了少了 而且有些部位甚至也不长毛 那这款的新一代U-Light 20到底强在哪里呢 有三大特点要跟大家提一下 它是市场上第一款二合一双灯系统 还有超级拖毛模式的拖毛衣 专位敏感器还有多囊的姐妹们所设计的拖毛衣 当然男生也可以用的哦 那它呢是有双倍的光源 它的护理的面积呢有增加了18% 这款的拖毛衣哦在速度和效果上呢都提升了不少 第二个有了最新的SHR模式 它能够在一秒内呢发出了4次的高能量 对粗犷的速度呢比以往的拖毛衣哦会快很多 那这个模式呢是专门针对私密处啊 腋下或者是男生的胡须等粗硬浓密的毛发的 像最近夏天去海边或者是去泡人泉的话呢 几乎全身上下都可以拖毛 非常的顺势 第三个关键 U-Light具备了业界知名的蓝宝石冰点科技 你全天使用的时候呢是冰冰凉凉的 非常适合给予怕痛的朋友 即使你调到了最高SHR档位 达到了最粗毛根的部位的话呢 也只是微微的刺痛而已 完全是可以承受的 用起来就是很舒服光滑很多 U-Light这个品牌呢它获得了30多项的全球认证 这点呢让我非常的放心 而且U-Light连续8年都获得了拖毛衣类目销量第一 确实真的很有实力 总之来说呢这种傻瓜式的操作拖毛衣 非常方便简单 速度快有效果不伤皮肤 完全可以省去了美容院大量的金钱还有时间了 你在这长期使用U-Light时的拖毛衣的话呢 真的是可以为本的 值得投资 它绝对是居家美容家电好屋的推荐之一 那如果你想找一款高效又不同的拖毛衣的话呢 U-LightS绝对是不错的选择哦 那接下来呢要开箱的是 第二样的公关品 接下来要开箱的是我超级爱的 Vivaya鞋牌的公关品 这次干爹直接寄来试窗给我 我非常感谢 那前期期影片其实我有介绍过给大家 Vivaya这个环保鞋的品牌嘛 最主要就是带大家去逛一逛日本元素 Harakado的首家之音的实体店 就给大家非常好的一个印象嘛 然后发现到实体店它所卖的那些款式并不多 那Vivaya这个品牌呢它最主要一直以来都是专注在线上销售的 大家可以上它的那个官网去看一看哦 它的款式非常多之外呢 你还可以点这个页面看一看这个款式的颜色 写买也很齐全 所以每次看完的官网过后呢 都会让人忍不住想买 而且它每一季都有新款的 更新的速度也快 那这次呢我就开箱的是四双给大家看一看 首先是主打款的Kara运动凉鞋 如果大家有注意的话呢 其实我拍了很多部影片 在夏天的话啦 我都会穿这一双的运动凉鞋 它真的是超级的舒服 真的是超级的推荐 Kara的运动凉鞋哦 是夏天的最热卖款 那时候去看店的时候就看到这一双的凉鞋 它有黑白分配的设计 觉得蛮好看的 就旁边这边的话呢是有小扣子可以自由的调节的 而且旁边这边的话呢 还有支撑这足弓的 所以呢你穿上去的时候呢 非常的舒服 完全可以贴合脚身的 很轻盈就对了 它不只有这两款的颜色啦 大家可以去它的线上官网看一看 它有蛮多种颜色的款式的 接下来是Margaret Mary Jane的芭蕾平底鞋 这个的话呢也是可以放进洗衣机洗 好它是环保的 这一双呢是作为明星的热卖款 我自己也超级的喜欢 比起肩头的话呢 我觉得我最近真的是很爱穿这一款初截 完完全全复制了芭蕾款的那种鞋子有没有 这次我就选择了百搭款的米色 跟我平常穿的Area5的话不同哦 那这边前面的鞋头的话呢是平头的 然后我之前Area5拿的话呢是肩型的 它也是可以放进洗衣机洗的 都软 还可以这样子折叠起来 它后面这边的话呢还有支撑的 所以你穿上去的时候呢不会勒到脚 那你这边的话呢还可以调节 它整个鞋子穿上来哦 真的是很苗条 很优雅 真的很舒服 没有记错的话 上次我在官方网站那边看哦 它有最新的款式也就是 它底部这边的话呢是有真后版的 大家可以去它官方网站那边看一看 最后两款Urban运动鞋 是不是很漂亮 特别就是粉红色跟灰色啦 我觉得啦平时跑步或者户外活动的时候呢 有一双好穿的跑鞋 真的非常的重要 那这一款的鞋跟后面的话呢是软软的 对 所以你在跑步的时候呢 你穿上去完全不会磨脚 这款粉红色的运动鞋 在国外的Viva亚特别受欢迎的一个色号 它真的很耐看 就看久了过后哇 真的是很ladies 那这一双粉红款的话呢 就准备送给我妈妈啦 你看这两双 这边是透气的 粉红色比较看得到比较清楚一点 灰色款的话呢就比较低调耐看 男生女生都很适合穿 然后我自己本身就拿了灰色这一双 就是随便搭配都很有型啊 而且呢它还可以直接放进洗衣机洗的哦 真的是超级的方便 我觉得它真的是非常的好穿 OK 当然上去为大家简单的开箱了这四双的Viva亚的鞋子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你们会更喜欢的是哪一双的鞋子呢 我会有一些特别的优惠代码 那如果大家有兴趣想要买到Viva亚品牌的任何一双鞋的话 大家可以在影片底下的描述栏那边点击去看一下 然后接下来要开箱的是我日常用品所买到的一些东西 还有近期呢就是会有地震的一些发生啦 就买了一些地震的灾难的用品 然后顺便开箱给大家看一看我们到底买了些什么 这是我的防灾避难包 种一下我里面放了很多东西 味道片 然后这个是隔开东西 然后这些都是用 我已经帮我准备的 然后 然后就用这个 纸巾 然后还有纸巾 纸巾 放些水 真的很多 然后要去放线的 这个 不要放一放用 不是小时的组织 充电宝 全装手电 放到这一块 就像我刚才是在做买的这个 然后OK 这个是有急救包 然后 我们把这个扇子 这个的话呢 在夏天的时候很需要用到 所以然后这三个罐头的话呢 我们是在夏天网上买的 因为比较便宜的 它是保质期是到2027年还蛮久的 就是保质期多三年 对 其实我们准备东西还不算很齐全的 很多条这个 纸袋啊 in case就是真的是发生的话 我们至少可以把这个扑在地上 这个扇包很好我用一下哦 这些的话呢都是我们买的紧急情况必备的应急储备 然后这个的话呢是长期保存水 它可以保存五年的 这些全部我是上网买的 都是六瓶 中一下哦 跟普通卖的饮料的话 的区别是在于哦 这一个保存水的话是完全装满的 如果你去买其他的矿泉水的话的话 水只是放到来这个位置而已 所以它是长期保存水五年是防灾必备用 所以它这边写到很透明五年的保存可能 2L 这个是我看了日本的那个访谈了过后 我才真正的了解到哦原来是长这样的 已经科普了 然后我们还买了其他的饮料放在楼下那边了 对应急的时候很需要拿到的时候就直接从楼上那边拿 所以我就没有特地去给大家开箱 防灾饭团 开箱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直接在网上买 价格便宜 然后又比较多选择 这个我买了很多 大家看 OK这就是我们买的20样的 防灾米饭都是不同种的口味哦 然后这个的话呢是四种口味的饭团 然后这边的话呢是防灾的炒饭啊 或者是粥啊白饭之类的 这次买的防灾饭团的话呢都是长期保存哦 我买的保持期都是四五年的 其实它有两种处理方式来制作成一个饭团 就是它可以用热水泡15分钟 或者是用常温水泡60分钟的 但它使用的时候也是很简单啊 就是你看到吗 这边背后的话有很多个箭头 首先你就拆开了过后你就捣水 放到这个二号的切口 你放到热水冷水的话呢 一定要放到这个红色的线这边 然后呢就等多一下子 从这个二号切口拆开 然后呢再从这边三号切口拆开就可以拿一次 所以这一种的防灾饭团的话呢 对急救的时候呢会非常的实用 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 我觉得哇超级奇葩的 完全没看过 因为住在马来西亚完全没有这种地震啊海啸这种 然后就从来的日本住过后 就会深深的了解到 哦为什么很需要用到这些东西 我觉得台湾也应该很需要 所以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有几包是炒饭呢 像这个的话呢是Dry Curry的 就是也是一样啊 拆开了过后呢放热水或者放温水 等了大概15或者60分钟 然后就可以拿来吃了 然后这个是松耳口味的 然后这个是我最喜欢吃的 然后每次去便利商店 都会吃的那个吃饭 Red Bean Rice 分量会很饱 然后这个是有点像炒饭啦 小孩都可以吃 这是纯白饭 这纯白饭的话就可以拿来配那个罐头了 这两包的话是Okaio 也就是粥啦 粥的话会比较容易煮啦 就是放热汤15分钟 或者是温水70分钟 大家如果真的很有兴趣想吃的话呢 可以去Loft或者是 长期喝的或者是其他超市 应该都会有卖 可是比较贵一点 所以我们直接全部呢 一次过去在网购那边买 就比较划算 长期保存的米饭 其实我们还有买了很多个饼干 只是我们没有放在包包那边 我们放在另外一个纸箱 放在store room那边 OK 这一次为大家简单开箱了 我的日本的防灾使用品 有哪一些就是地震防灾的应急食品 我没有具备到的话 大家可以在底下留言 让我知道一下 OK 大家一起分享分享一下 OK 大致上就是这样子啦 拜拜 拜拜